安徽借首仁寨乡量级村种植的400亩黑小麦一上市 平均美金售价就比普通小麦高出一元钱 一亩地可以收入1800元 黑小麦属于小麦新品种 具有反轻快、抽碎整齐、抗干旱、经济效益好等优点 目前村里已经建起了面粉厂 计划在精深加工方面做足文章